好了,第二節我們繼續講獵巫 獵巫在歐洲是相當之一個重要的歷史 也是使得歐洲文明 經過一次這樣的馬塞前提 可以說一個很大的錯失 而得到一個成長 要知道後來的所謂文藝復興 得到一個刺激和一個知長 對歐洲文明或者世界文明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當年這個宗教上的迫害 因為使得整個歐洲甚至後來蔓延到十八世紀的美洲 都發生過一個這樣的獵巫事件 幸好中國沒有 印度沒有 阿拉伯國家都沒有 當然南美、非洲的地方都沒有波及 那麼獵巫事件很多人分析 就是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一個很多人害怕的就是一個叫恐慌 獵巫是一個恐慌 是一個當時文明社會的一個恐慌 因為人類的無知認為萬物都有一個主宰 當然這是一個假定 但是很多人都相信 而這個主宰之外 是別無其他的力量的了 他也不知道中國有他的天地良心 有他儒家的學說 也不知道世界上是有其他的大陸、大洲 各有各地方的文化 以及各有各地方的不同的尊敬的神力 所以他是唯一 而排斥其他宗教的信仰 好了 這個恐慌 就是這個信仰時時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威脅 這個歸咎於可能有些巧合 可能是一些穿鑿扶惠 而太過信任的一個能力的萬能 就引致到恐慌的產生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將人間的所謂的信任 歸咎到一個教會 變成了 產生聖經無誤論 或者教皇無誤論 這兩個最大的無誤論 引致到這個教皇的權力 是得到無限 更高的指引 而且他沒有限制 你知道在權力 無限制的時候 無監察的時候 這個權力就會變成獨裁 而且會變成 很恐怖的一種手段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 都是反對獨裁和專制的 因為獨裁和專制會惹起 這個世界上其他的不安 歷史上已經教訓了我們很多次了 專制獨裁是永遠不能夠 站得久、站得穩的 也不是一個好的政治的方法 管理人民的方法 好了 講回獵巫 最初起 起源因為 Dominion我 這個 天主教其中一個會 就有兩個神父 寫了所謂魔鬼學的經典 什麼叫魔鬼學呢? 魔鬼學就是研究魔鬼的一種學問 那世界上有沒有魔鬼呢? 那在宗教上必定要肯定有這種這樣的物體的 因為他們的宗主就是善良 那麼 惡是怎樣出現呢? 因為惡就是善良的對面 善良的反應 或者善良的敵人 就是惡 那為什麼善良是會製造到惡呢? 是一個暫時性的設定 而呢 人為萬物之靈呢 是有他的那個 那個 意知的自由 選擇善與惡 那這個是神學上的一個 設定來的 一個很激發人心的設定 人可以自己選擇 有他意知的自由 但是可惜 很多時候呢 譬如獵巫這個這樣的運動呢 就使得人的意知自由受到一個挑戰 譬如當年呢 有很多所謂的魔 那魔呢 那些女人呢 他們呢 其實呢 就是一些很聰明的鄉下婦女 她能夠呢 醫療 或者能夠幫助到生產 或者甚至乎呢 是可以 呃 掃說緊 解決緊 一些人間的社會的問題 那麼這些婦女呢 因為她有一種這樣的醫治 或者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所以很多時候受到懷疑 因為質疑他們為什麼有這種能力 唯一在宗教狂熱的社會 就覺得是魔鬼 是邪道的人邪道的東西 能夠影響到他們的智慧 於是就產生消滅這種婦女 或者是魔鬼 或者是魔術的行為 這種行為 這裡有證據 於是他們的法庭 就實施這個裁判 這個法庭就叫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在歷史上 是一個非常黑暗殘酷的地方 因為所有的宗教裁判所 和凡奸的裁判所不同 就是因為它依據了一些法律 這法律是所謂天使之除 那個或者魔鬼 這個巫婆之除這本書 而決定 這本書是那兩個神父自己作出來的 經過審訊 這個審訊也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審訊 它有很多刑求的方式 譬如怎麼認定你是一個蒙婆 是和魔鬼有接觸 或者和魔鬼發生性行為 或者甚至乎受魔鬼驅使 這本書會講到 她這些人或者婦女 也許會去沖 浸水在河裡 看它的浮是沖 那多數都是沖 因為人很容易 水的比例 現在科學證明 是少於一 沖完之後 它就會浮回上來 這些試驗 就算得到不是否定你是老婆的身份 但你都饱受这个河水水型的刺激和租质了 或者甚至乎解开你的衣服 在你的身体里面找尋找一些证据 譬如你有些黑字或者胎字 这些胎字和黑字就说你是魔鬼的寄人 甚至乎如果你家里养了一些猫 养了一些小动物 就说你和那些猫或者小动物 就是一种魔鬼的使者 叫做familiar 就会假设你是巫婆 是魔鬼的情婦 或者魔鬼的代言人 甚至乎魔鬼的帮兇 于是乎用很多酷刑 是你估不到文明社会是用得一些 或者宗教的全体会用一些这样的残酷 令人要生不得要死不能的酷刑 来逼你招供 招供什么呢? 第一招供你和那些猫婆 和魔鬼的接触 一定立合约 你们说过了什么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 受不住刑的 都是要自己作一些出来 作到一些离奇古怪 去参加这个魔鬼的夜宴或者魔鬼的集会 甚至乎魔鬼性交的一种过程 这些涵纳是作出来的 现在尚有这些文件 流落在欧洲的历史上 接着它需要你 供出其他 和这个巫婆有关 和你的组织有关的人等 如果不供出 你就受到很残酷的刑罰 在这个时候 通常人们 将自己认识的人 尽量拋出来 以为可以减轻自己的痛苦刑罰 原来不是的 原来 哄了你供出这些人物的姓名之后 这些 宗教裁本所 就去抓人 抓人之后 就在 供出这十个人里面 又重新 运用私刑 要供出另外那十个人 一传十 十传百 这样传下去 死得人多 不是奇 那这些 那这些 所谓的巫婆 在聂母时候 他们 在欧洲 通常 是受到 火刑的惩罰 那这个火刑 就放在一条柱那里 这条柱下面 就堆满了干柴 然后呢 就 填着干柴 将它 烧毁 因为魔鬼 是应该落地獄 受到火的消灭 那这个巫婆呢 这个这样的女士呢 也会因此呢 饱受痛苦之后呢 然后呢 受到火刑 的残酷的烧焦 那这些人呢 围观人呢 还很开心 因为你们看到呢 他们消灭了魔鬼 消灭了魔鬼的代言人 这个呢 这样呢 在欧洲呢 是另外 使得 上万的人 受到一个这样的 惩罚 或者租责 或者冤枉 以至最后呢 也蔓延到去美洲 在沙龙这个地方呢 也产生的蝶毛 也蚊吊了 蚊吊了 蚊吊了 蚊吊他们的 人 上一些树 或者在一些枣刑台上高 虽然只剩下一个全屍 但是呢 都要 死亡 来做作最后的 季宿了 在英国 蘇格兰地方呢 处理的 母婆 也是这个 这样的方式 相当残忍 相当呢 恐怖 直到呢 十八世纪的末期呢 然后世界上 原来就开始慢慢 知道了 人类自己的 愚蠢 那慢慢呢 取消了这个 这样的法律 这是法律 那你说 是不是一个很恐怖的年代呢 今天呢 的母婆呢 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呢 我们再可能 找新的题目呢 跟大家讲讲 就知道呢 再见了 拜拜